南大官邸李明珍三合在去 会访关系团中家铁定人 臣工南岛七月正好日 会抗老骨行动改善工程 一个地方因为道路、尼谷、失修、 卫生路面都有迫分及破坑的状况 李明珍官邸在在亲自会抗老骨 也支持港部出关近来进行法保改善 两次没空了 这条空两次没空了 南岛七月有这么多老骨行动 路边这么多年都没重新铺设 官邸李明珍就接到官议院中家铁 跟市民代表王宣华的丁政 仅仰传合力会抗幸福行 两条行动的路边走空 在我们南投市的这个新河巷里面的巷道 因为有段时间没有做重铺的动作 所以这个食指会外露 然后造成这个老年人在行走的过程当中非常不便 然后也会滑倒造成这个受伤的情况 那今天也很感谢我们李明珍县长 特地来到这里做会堪 那也持续后续来做整修这块这条马路 这两条行动都走路 都是已经超过十万年 没有重新铺设 甚至三星这么多烧酒头 尤其社区来宾都这么多老大人 大家因为路边看不看客气 没小心来跌倒 这这子路边都丢了 这铺团子还丢了 这铺团里就丢了 爬到那里,往通过盘 这舌头的子 这他车会滚了 就会变小 所以今天的律康 这真的有必要来重新铺 铺铺铺 重新挖持 重新铺铺铺 铺铺铺 这真的有必要 所以我们管政府 大概会筹筹 大概就是将近65万的情维 来把这两条行动做出来 让我们这些机缘 出现更方便 更好走 管制情组会贪掉 妈妈上次是刚无处 经常看报工厅来改善 中国有的AC路面卡掉 重新方站 让社区其民的通行 可以更加安全 现在是长报道